然後在我們對岸的這個中國大陸 你猜他們不是叫反區點嗎? 他們叫什麼點你知道嗎? 他們沒有,他們把這個東西叫拐點 拐 對,但是我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叫拐點? 那個拐是什麼意思? 就是拐彎 不懂 I don't understand 就是我不太懂為什麼 他們的翻譯叫做拐點 就是那個拐就是 我不懂那個感覺就是 拐過去嗎? 英文來講的話 我跟你講他英文就沒有爭議 英文叫Inflation Point 來你把它寫上去 INFLECT ION Inflation Point 這個單字順便認識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拼錯 昨天特地去查了這個單字 INFLECT ION Inflation Point 沒有錯 沒有錯 英文叫反區點 這個 這是我們的翻譯 這是對岸大陸的翻譯 這樣OK嗎? 這個反區點 我很喜歡一個比喻 你知道這個反區點是什麼意思嗎? 這個 在座的同學有沒有人會開車 算了 你們應該不會開車對不對 你們應該不會騎摩托車吧 騎摩托車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飆車對不對? 你從這裡要飆到這裡對不對? 我問你喔 你如果今天騎摩托車 你要轉彎 你這邊的話你的龍頭要 那個叫龍頭嗎? 龍頭是把它往右 往右 你看到這樣 然後你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等一下你要怎麼樣? 你本來是往右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要怎麼樣? 要往左對不對? 然後我跟你講 這個反區點是怎麼樣? 你知道那個反區點 會發生在什麼地方嗎? 就是你在往右的時候 然後你要慢慢調整成往左的 那一剎那 會有那一瞬間 你的龍頭怎麼樣? 就是 就剛好在你的正前方 就是如果你用開車的話 打方向盤 你本來方向盤是往右打 對不對? 往右打對不對? 然後你等一下要往左邊打 然後會在那一剎那 你的方向盤是怎麼樣? 是轉正的 會有那一瞬間 你的方向盤是正的 就是剛好是 就是你懂了 沒有轉彎的那個感覺 那個頂叫做什麼點? 那個頂叫做反區點 所以你現在應該懂 什麼叫反區點 這個反區點 來這裡 紅色的 來同樣比這裡寫上去 這裡的F'一定會怎麼樣? 小贏 因為它AUCO朝下 然後這裡 這裡是F'一定怎麼樣? 大於0 那現在我要同學來猜一件事情 猜一件什麼事情 同學你猜 這個紅色的部分 它AUCO朝下 橘色的部分 AUCO朝上 這個F'小雲 這個F'大於0 你要不要猜猜看 在這個點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來我拿一個箭頭 請問你覺得 F' 應該會怎麼樣? 沒有錯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多項式才有 如果今天它是別的函數 這件事情不一定是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不管 反正高中只學多項式的紅色 讓你聽懂 這段很直覺 你把它寫上去 這裡F'負的 然後這裡F'正的 就在這一瞬間 在反區點的地方 你的二階倒數會等0 這個想法很直覺 而且我告訴你它是對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想想看 還可以怎麼跟你們講 我把這個交貨圈起來 然後拉一個箭頭出來 我寫一動文字 好 來彰顯F' 在S'的左右 產生什麼事情 產生變號的這個動作 你把它寫上去 我們一般來講 在講反區點 很多學生他當然是用圖形去理解 就是想說 就是R跟2的那個交界點 叫反區點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用 比較數學的語言 去形容所謂的 反區點這件事情的話 這樣講會比較好 就是說 F'在S'這個點的左右 產生了變號 這是比較數學一點的講法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不喜歡數學的講法 所謂的反區點 就是R跟2的那個交界點 這樣可以嗎 凹口朝上跟凹口朝下的那個交界點 那個點叫反區點 那如果你需要比較數學的講法 那我跟你講 就這樣去理解 就是F' 在S' A的左右兩邊定號 你看這裡是負的 這裡是正的 在那個變號的那個地方 好不好 在他的左右兩邊定號的那個點 就稱為叫反區點 凹口朝下跟凹口朝上 你懂了 就這樣子 這樣有了解 這樣可以 說真的不行 我說我很奇怪 然後這裡 我有一個東西想跟同學談一下 來 拉兩個劍頭出來 我這裡畫兩個圖 然後我想聽聽看你們的意見 然後順便跟你們聊一件事情 這兩個圖 來這兩個圖是這樣 來這兩個圖是這樣 第一個圖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來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圖 我用藍色 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圖 再來再來 我的紅色粉底 另外一個圖是這樣 然後 這樣 好 同學你把這兩個圖畫上去 我等你 我等你 慢慢來 你知道我這裡要問什麼問題嗎 我要問的問題很簡單 欸 財家姐我要問你喔 欸 財家姐我要問你喔 欸 不要裝傻 欸 財家姐問你喔 這個點啊 這個地方啊 它算是反曲點 你覺得算還是不算 不算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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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的反曲點 你的定義是什麼 在凹口方向 產生變化的那個地方 欸 這裡凹口朝下 這裡凹口朝上 那它當反曲點 不行嗎 然後再來喔 同學這個圖 這個地方凹口朝上 這個地方凹口朝下 這個地方 你覺得它算不算是反曲點 這個反曲點這個問題喔 我研究了很久 我看了很多本圍積分的書 找了很多相關的資料 結果我發現 這個東西根本沒有什麼定論 什麼叫沒有什麼定論啊 有一本書的作者說 這個是反曲點 他認為這種叫反曲點 你好像這樣講也對 但是有別人就認為說 噢不行喔 在這裡要連續 要連續 就是不能有斷掉 這個才叫反曲點 然後有一個作者就說 欸不行喔 除了要連續之外 在這個點還要有切線喔 要像這樣子 這樣才叫做反曲點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你會發現數學很妙就是 這樣講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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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那每個作者 他有不同的想法對不對 就是說 你有你的定義 我有我的定義 那這樣怎麼辦 為什麼沒有一個統一的想法 我個人對這個東西 有一個比較獨特的看法就是 同學我們為什麼要學反曲點 我們學這個反曲點 就是想要了解 這個圖形的什麼 特徵嘛 那你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採這種定義 還是這種定義 還是這種定義 你覺得是哪一種 這種應該是比較寬的吧 就是連不連續都可以 這種稍微嚴格一點 就是說要連續喔 這個最嚴格 這個就認為說不僅要連續 而且在這個定義 還要可違分 要有切線寫率 要有切線 這樣才叫反曲點 我個人是比較形象這種寫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你這樣來講反曲點 比較能夠體現 這一個函數圖形的那個feel 這樣你懂嗎 你講這是反曲點 對啦 你要硬說他是反曲點 我也能接受 但是so what 就你懂嗎 我認為他的意義不是很大 在數學上 我認為他的意義不是很大 所以如果你要我來定義 什麼叫反曲點的話 我會比較形象這樣子定義 就是說他可能必須要連續 然後在這個點下我切線 這樣的點才稱為叫反曲點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這樣好不好 好 然後接下來同學我告訴你喔 在課本的99頁 來這裡有幾句重要的話 我要請同學把它畫起來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 你仔細看 這個反曲點 等一下 我們先看98頁的定義 還沒有叫你們畫定義喔 來98頁的反曲點的定義 來我們把它畫起來 他說 在a的附近 如果這個函數是連續的 我們課本很賊喔 你知道我們課本有多賊嗎 他沒有說在a是連續的 他只說在a的附近是連續的 你看我們課本很壞喔 他根本就避開這個連續的問題 然後再來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圖形在s小於a跟s大於a的凹口方向相反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點稱為函數圖形上的一個反曲點 OK 這是他給的定義 好 那接下來請你翻到99頁 99頁喔 同學你看到他那個水塘利息下面那一段文字喔 他那段文字他說 當這個f是一個二次以上的多項式函數的時候 同學你要注意喔 為什麼他強調二次以上 因為我們這裡要做到幾次的微分 要做到兩次的微分嘛 所以他強調這個多項式要兩次以上 如果是一次怎麼會有反曲點呢 這樣你聽到嗎 好然後他就跟你說喔 在反曲點的附近 來你把他畫起來 在反曲點的附近 他的第二階導函數f double prime of x 他的函數值由正轉負 或者由負轉正 對不對 從凹口朝下變凹口朝上 或者從凹口朝上變凹口朝下 所以呢 然後他就說囉 因為f double prime of x 是多項式函數 沒有錯 多項式函數的微分還是多項式函數 你不管微幾次都是多項式函數 多項式函數有個特徵 他永遠都是延續的 所以延續的同學問你嘛 從正的變負的 或者從負的變正的 你圖形不會斷掉 跟so 是不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至少會產生一個焦點 所以呢 他就告訴你喔 從這裡 你就可以接受底下這個事實 在反曲點上 f double prime of x 的函數值為0 來把它畫起來 這裡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結論 就是下面那個紫色的框框 這個紫色的框框 同學把它框起來 如果f是一個二次以上的多項式函數 在反曲點的那個位置 它的二階導函數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0 f double prime of a 它的二階導數在那個位置會等於0 這樣可以嗎 來我最後講一個東西喔 今天的課程程 差不多慢慢的就要結束了 來你這裡寫一個key喔 這個key你把它寫上去 好 唉唷 請注意我們這一代坦的高速 多項式函數 多項式函數喔 唉呀多項式函數喔 聽說明天十番只會剩一個人 你們覺得一個人 老師有辦法上課嗎 聽說明天十番只剩一個人 那個人 那個人 就那個啊 又宣嗎 中如又宣嗎 聽說只剩他一個 啊如果他也請假 那十番就沒人了 唉好妙喔 這個太妙了太妙了 唉這個也寫上去啊 我現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然後要考慮反過來的情況喔 唉 二接 好 來我等你 你寫一下 然後我問你一下 最後跟你提示一個重點 那我們今天這堂課 好像就快要結束了 這裡跟大家講喔 剛才我們課本裡面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 在產生反曲點的地方 它的二階導數是多少 是0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從邏輯集合的角度來看 來終究問你喔 有反曲點的地方 喔 有反曲點 來我這裡這樣寫喔 如果我今天用那個 集合來寫的話 有反曲點的地方 二階導數為0 所以代表這個二階導數為0 應該是一個比較大的集合對不對 來 OK 這一個集合是什麼 是二階導數為0的集合 二階導數 為0的集合 然後我們學數學 或者學任何科學 同學你一定要注意喔 這個在邏輯上是這樣 在產生反曲點的地方 二階導數一定是0對不對 對啊 在產生反曲點的地方 二階導數一定是0 但是你要反過來想喔 同學請問你 二階導數為0的地方 一定是反曲點嗎 簡單來講 這兩個集合 是不是同一個集合 你能不能反過來講 這你聽懂嗎 這是若P則Q啊 但是你反過來講 它是對的嗎 請問同學 你覺得我可以把這個東西拿出來講 當然這個東西一定怎麼樣 一定有問題啊 來這個打X 這是不一定的 來打X 我告訴你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對不對 所以像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定理 那個廢馬定理嘛 那個廢馬定理跟我們說 欸 產生極值的地方 如果對多項式的函數來講 產生極值的地方 極值的值是這樣講 極值一定會出現在哪裡 你說啊 一定會出現在哪裡 對 一定會出現在有水平接線的地方 對吧 這樣講 OK喔 有極值的地方 一定會有水平接線 沒有錯 這是 這是那個什麼定理 廢馬定理告訴我們的 對不對 廢馬定理 對啊 廢馬定理告訴我們說 在這裡有極值 對吧 而且在這個點可為分 多項式阿倫說都是可為的啦 已經種特 harm 但是 現在非常簡單 特別是居 85% 阿倫 阿倫 老 是 一個 快 快